钉子的话就今天早上我们过来提车的时候 然后这个就发现这个车胎上面就有个钉子 钉子位于车辆右后轮内侧 现在轮胎已经别了 田女士这辆北京现代名图 是11月22号在杭州原通西线CSD买的 花了13万多 当天付了款办好了手续 刚要开车离开就发生了意外 坐车里五分钟都不到 然后过来一个私家车 它是从这边倒车过来 蹭一下就到到上面去了 车子保险杠有两处位置被刮掉油漆 经过协商对方车主表示 愿意赔给田女士1800块钱 并给车子补油漆 车子就开到了CSD店旁边的售后维修部进行维修 23号早上田女士来提车 发现轮胎上的钉子 他们可能在维修的过程当中 从这边开到那边 那边有个石子地 很多石子的可能在那里 或者是在哪里扎到的 买车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 但这又是寡蹭又是扎钉子的 田女士有些高兴不起来 我没诉求的话就是说 这现在里面有个钉子嘛 就是说换一个新胎 费用的话肯定是CSD店 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车子都还没启动 还没走啊 田女士说 她和销售人员沟通过几次 提出免费更换新轮胎 销售人员没有答应 记着帮忙找到店里的售后经理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园区里面不是在施工吗 那可能在施工的那种 有些工程车经过这里吗 那可能工程车散落一些钉子 那我们可能没有及时第一时间 注意到这个钉子 然后没有清炒掉 黄经理说 他们这家店刚开 展厅也是临时搭建的 周围都是以前的破旧建筑 正在拆除改造 那我们为了客户满意度 把客户这个轮胎 免会更换一个新的轮胎 188宏金眼记者报道